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南方都市报写过一篇评论叫弄他弄他 重庆就是一座很搞的城市 哦 对对对 那时候强强就来找我了 就来弄你了 然后我就说我算了 当事人 所以我今天你说许晓东来这我都挺吃惊的 我一般来说我是新闻人物主角 不应该出现 他还真是坐在徐晓东这个位置上 你是在王健海的位置 凌空PK 但是今天请你来不是弄武林的 今天请你来也是弄一个他认识的人 这个人的笔名好像叫小宽 主要是有个朋友圈三平 哎 我先表态啊 这个你看一桌没有姑娘的枪枪 还是三人小 对吧 但是呢这个小宽写了篇文章啊 招骂了 就说一桌没有姑娘的饭局 还叫饭局吗 就是里边呢 把这个女人比作一道菜 是吧 如果没有女人再婚的饭局 也都是宿局 当然这个评价啊 那么开始男男观众也批评他 说你怎么把实话说出来了 对对对对 但是更重要的是哎我作为主持人 你知道我这两年呢 我可知道收敛了 我发现一谈到跟这个女尊重女性有关的话题 我觉得少说为妙 所以呢就请小周来跟我们来说说 这事你也算有关系 对吗 我觉得小宽的问题在于他这个文章他没写好 嗯 就是在写到女人的那关键的那个几句话里头呢 他显得油滑 不是他的水平 哦 他写人本来 没有 小宽是个诗人 诗人是个诗人 他呢 比如说我觉得是有的文章呢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散文 就是好的就 你不会把它当成一个写美食的人 他有一篇文章叫断头石 就是讲一个人 零星 他快死了 他吃什么 他对于食物的想象 哦 那个非常漂亮的一篇 有点意思 对 如果说你把这个文章给翻出来 那你会看到大家都在说啊 太漂亮 竟然有这样的一个角度 就人的你 讲一个人的死 和食物的关系 当然呢 他现在这个呢 他来讲那个就是石和色的关系 这个其实呢 千古文人都拿这个作为题材 但是到了现在 你要很多 你要翻以前的老的文人写这个 写美食 把食和色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文章 那更多人都怒了 只不过呢 小宽 他作为一个当代的一个文人 他把这个老实的 然后呢 又带着那个 那个古代文人的一些那个调调 来写 而且确实写的有点油滑 所以 哦 这算是帮小宽这个 帮小宽站台一下 但是呢 确实写的不好 确实写的不好 不好 你认为是写的比较油滑 油滑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 我从文字的一个叫 但是呢 题材 但很多人是在骂 是骂他写这样的题材 不是 认为这个 这个是犯计的 你怎么能够把这个犯计的女人写进去呢 不是 我跟这个很多女性作者 对吧 向人家学习 我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什么呢 就是这个女同胞嘛 现在也分得清 就是说啊 这个男人 你有种种的才能 那是一方面 但是他们似乎现在感到愤怒绝望的是什么 说中国社会到现在为止 就有那么一帮落魄文艺男中年 一个个舔着个肚子 满脸油汗 对吧 还幻想自己是唐波虎 风流 风流佳人 然后 每次写到女性 就是这么一种 一言当菜 对吧 实际上 你们能不能勃起都难说呢 你看 女的说话也很狠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小宽啊 长得比较丑 如果是苗尾冯唐这么写 你看冯唐的小说里边啊 这是饭局里边必有姑娘 而且写的比小宽厉害 但姑娘们好好好 冯唐老师这么不叫我呀 这小宽就是长得就是胖了一点吧 跟我似的 这个油头一点啊 他就是写的呢 再加上他吃亏吃的就是跨界 跟你一似的啊 他有跨界 他是一个诗人写美食 他同时呢 他吃饭的时候 他说我是个诗人 他在写专栏的时候 用诗 写诗的写法 写这个姑娘 但写诗的写法 我们都知道下半身派 这个 这个什么一把豪汝 什么之类的 那是艺术 没问题的 但你要是用诗的方式 再把它带入到了一个生活场景里面去 人们就觉得你乱套了 你肯定 对你的评判标准就不一样了 就觉得你是一个猥琐的 低俗的 不好看的 不是 我代表我们女性 说说 你说就今天解放了的 独立了的女性 是吧 他们有这种需要吗 就是说 我们女人们 或者中老年女性的饭局 我们也找一小鲜肉陪我们吃 这是不是也是他们一乐 完全可以 我这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啊 就是 这个什么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既然说干活不累 干什么活都不累 对 那么吃饭肯定也不累 就这样的 还有一个呢 这个呢 我觉得我们还是一个在老套的 在于比如说 中年猥琐男 和这个 那个这个新嫩的美少女 就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 一个满足一个社会想象 就觉得说 那么那中年 那个肯定是猥琐男了 就这样的 但实际上呢 对换过来 你刚才说 你可以颠覆这个 那甚至呢 我们也可以一个饭局里头 那我请一帮给 一帮拉拉 也可以啊 就这样的 我们就说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呢 这个里头呢 就是还是一个 一个一个主流的 性别的这么一个 一个故事 就是说那肯定的 那好 尤其是文艺男 文艺男呢 渣男多 而且你还写出来 对吧 所以呢 那他你你就你是双双重的 现在咱们选边站 你检讨你自己 你觉得你有直男癌倾向吗 肯定有 你准备 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 这个没有 我不是说忏悔的问题 你可以不断的 就是说你你自我的 那个忏悔不至于 就说你可以 因为有很多的那个 包括呢 这次的对于小宽的 这个攻击里面呢 我觉得 我觉得小宽 也可以重重学到一些东西 我觉得也 比如说学到什么 当然你有时候呢 关于这个话题 后来无限的延伸 我觉得略微有点可笑 就是因为就到了一个 比如说我想 就是任何一个生态 它里面呢 它都应该是很多元的 一个饭局呢 它 它是一个介乎家庭 和公共空间的 比如晚宴 我们不会称 晚宴是另外码事 你穿着你还得注意 旁边你根本就不认识是谁 那么这个是一个半私密 的一个空间 但同时会有陌生人 对吧 那那个任何的 这个社会生态里头 它我说 它都有一个多元性 我如果我成天 我没事说 潘仔说 那个咱们吃个饭 没事就跟一帮 一样的人 它是乏味的 但是有一个 我发现就是 几个女生在一块 有时候是不需要男人的 而几个男的在一块吃饭的时候 一定需要掺和进来 要不然那局很快就散了 经常会碰到一群闺蜜群 比如说也上过前往的 黄童童 伯邦尼他们 他们有四姐妹 我有时候去看他们 看望他们一下 见过李京 就说 好 你可以退下了 现在是我们的天下 你这盆腊肉 他们不需要 基本上他们也不会找小鲜肉 但是他聊的话题会有男人 但是你觉得 所谓中老年男人的饭局 真的需要姑娘吗 我觉得你说的有点太俗了 什么需要姑娘呢 我说的俗 不是你们干的俗 男女都是朋友 小块的饭局 其实是可以上诉到 北京的饭局文化 和老男人饭局文化里面的 这是一个自然的一个现象 而不是一定要 酒吧文化 那你为什么很多酒吧 他都会说那个女士免单 或者说女士可以续杯 哎 这事儿有没有提示妇女的成果 不是 有 那当然有 但我就说 女士免单 对 很多时候呢 但是为什么呢 开夜场的 这个呢 他有一个夜场 判断他一个夜店 就是夜店 包括低厅啊 所谓 我强烈考虑 你不能把我们的饭局看成夜店 啊 不不不 这这也是 没有 我说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也很接近 判断他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你一看 这里头没有什么姑娘 那么说明你有问题 对 那是个贵吧 不是 我跟你说 那是个贵吧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这个酒吧夜店 不要说这个美女 女性免单了 这个实际上 办酒吧 为什么是个非常专业的事啊 嗯 他很多名模啊 这大美女啊 是开酒吧的 就得组织来 嗯 你这个夜店里 没有这个美女如云 你根本就不火嘛 嗯 但是这东西 你觉得是值得 女性主义者批判的吗 我 我个人觉得 不太值得 就是说 我觉得有更多的事情 可以 那个 只不过呢 小宽呢 这回一个男文人 他被这个 女文人对上了 哈哈 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人呢 不不只是要女来对男 嗯 是文人之间的PK 我就要弄死你 就是这样的 小康文章里边 唯一的缺点 是把姑娘的名字写出来了 啊 写出来了吗 他说有个饭局 他找来一个什么双汝 所以说有两斤 那么个女 对对 我记得是 对对对 这个饭局活色生香 哎 包括大仙和他的妹妹们啊 大仙是不在乎了 大仙是必须是无姑娘不欢的那种 我真的不明白 可能我们比你说的老男人 我们普遍还老 对吧 就是我们可能更老一点 圈子不一样 圈子真不一样 我跟你说 就是我不知道 我说这个话 要是直男癌 你们也打脸好了 就是反正我这说我的实话 我的感觉就是说 真的是那个凶波特大的那种啊 就是特别艳渣的那种啊 就是特别性感的那种啊 嗯 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饭局里 不大会 就也不能说不欢迎 就是他会让我觉得别扭 嗯 他会让我觉得不 有点不对劲 有点有点尴尬 这是就是我们并不是很欢迎这样的 实际上在真正的文青饭局里边啊 和老男人饭局里边 这样的也不大受欢迎 因为太扎眼 是吧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这么这个很磅礴的去一直在的时候就会传出来 就说他们就跟着艳女或者什么在一块 但是小宽的饭局呢 是吃饭局 就是美食家群 食和色必须得挨着 才想 我就想到有些这个女性主义附体了 难道我们女人就是给你们这样品头论足的吗 什么大不小 什么清雅 还是什么俗艳 难道就全服务于你们男人的这种审美观吗 呸 咱们去呀广告 枪枪三叶行广告之后见 小周老师 您这个圈子覆盖也比较广哈 平常比如说你们音乐圈饭局是不是竟有美女啊 我倒觉得音乐就很容易 那个大家的想象是这个音乐圈尤其什么摇滚圈 它应该是最乱的 嗯 它应该跟黄独独站得最近 嗯 当然了我觉得我我不得不说这个有时候这个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想象 为什么 他是这样的 他会这个音乐圈呢 他可能会 他不是用这个这些方面来 因为 但他非常超常规 为什么呢 他肯定最吃的最长的 吃饭时间最长 没完没了不可预期 为什么呢 他主要的问题是酒 不是色 而且到最终 我觉得就是这个呢 里面呢 是你会觉得呢 是音乐圈的这个饭局 他实际上到最后呢 是一个好肌肉之间的这种痛哭流涕那种是男人之间的 啊 其实我认为音乐圈的我所经历的这个他反而是排斥女性的啊 比如说什么呢 女友或者老婆我先走了 小周你把他回头你把他弄回家啊 我以前因为我不善喝酒 我酒精过敏 所以我比较悲剧在于 我经常得送酒鬼回家 哎 我觉得小周老师的辩白比较苍白 很无力 就是这个你你肯定是怕以后别人就不敢让你吃饭喝酒了 对吧 就是起码我参加的比如陆中强之类的喊的去的这个音乐圈饭局呢 虽然大家是彬彬有礼啊 但是有很多姑娘啊 这个事实你不能否认 而且你不能最后这个说女的全走了男的全留下了 这这不是事实 是不是就是要不然王妃跟豆韦也成不了一块吗 好家伙 潘老师现在是坑王 这这我不蹭豆韦王妃 确实也没跟跟豆韦吃过饭 跟王妃没有啊 就是咱说实话 就是说你们碰见过那种饭局吗 就是咱哥几个约吃饭 有个人呢 总得有个意识 说咱得找个姑娘 或者找个女性同胞吧 找一位肯定的女士吧 其实这个是不用说出来的 如果有人组局的话 你组了十个男的 一个女生没有 这是一个完全失败的局 这个人就完全就 就是肯定就觉得水平太差 因为你本身也聊不好 因为你在聊任何一个问题 比如聊一足球 说小罗踢的好不好 我跟他争论 旁边必然有一个姑娘说 小罗长得像一大猩猩 多性感啊 你就会觉得 哇 这个话题突然间特别有趣 所以像这个很多组局的人 一定比如至少得有五五分 或者六四开 或者七三开 但是你看 要照你这么说 我现在所属的 这个更老男人的圈子 那就是loser了 就是失败者 我跟你说 就是我曾经经历过那个阶段 就是二十岁 三十岁 四十岁 大概是比如说 三十多岁的时候 真经历过 那就是找女的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 我甚至说对女 对模特 有这个歧视性的称呼 那叫什么 我们叫骆驼 然后呢 有一个骆驼对角 那女性主义 就肯定要批判了 对吧 一吃饭 千两匹骆驼来 他平常都一大堆模特 好家伙 有的老板呢 专门负责 这个老板呢 也是属于 就是说 他手头一大堆女孩 你知道吗 但是呢 他并不见得染指 他真的是管请来 管送人家到家 真跟霍雷锋似的 但是这也是他的某种资源 那么就是说 吃饭都说 老板 千两匹骆驼来 当然今天我们是应该忏悔 就是说 这种直男孩 早已经应该埋葬的 历史的大鸡堆 但是我说的是到现在 老哥们进步了 也不是 我不知道是进步了 还是荷尔蒙减退了 怎么现在 我觉得我们几个老哥们啊 完蛋 完全没女的 有女的才聊不长呢 你女的就要回家了 聊到凌晨六点的 都是男的 就是 而且男的就喜欢在一起 最多有朋友的太太 对吧 就是或者是 也跟我们同龄的 这么一些女士 我倒真没觉得 像小宽写的这样 得找一个 你不会的 风情万种的 这一样的 我因为我说嘛 小宽那个圈比较特殊 他写的这个饭局 是美食圈的这个饭局 然后呢 我相似 我觉得我现在 如果经历的圈呢 基本上是 好机舞的饭局 就是哥们 哥们 哥们 其实没有 没有还 说句实话 包括你说的这个音乐圈的这个 还真没什么 我觉得真的是跟年龄有关系 就是你跟年龄小的呢 你已经说不上话了 没法沟通 你找个年龄大的呢 人家都嫁人了 就当年的果 是吗 我就是音乐圈都叫果 是吧 都已经嫁人生孩子了 人家肯定是坐一会儿回家了 就睡觉去了 所以还是年龄决定一切 而且呢 这个我先发现 这个中国社会啊 人跟人都互相瞧不上 人跟人都互相冲突 包括这个女权啊 这个你看这个 这次打的这个笔仗啊 他们骂这个小宽 你看这些女作者写的东西里边 我觉得透露出很多信息 很有意思 就是说 哎 你们这帮文艺男中年 你们感情 以为社会现在还是你们当红吗 你们早过气了 现在哪个姑娘 说你们不可能请到真正漂亮的女的 现在真正漂亮的女的 人家是跟大老板在会所里边 还跟你们这帮写 写文的 你们这帮穷酸 陶醉在自己的梦想里 找一帮宠女 以为自己找着了个什么陪客的 对 这个我觉得你说的对 需要说明一下什么呢 小宽的饭局里边美女不多 就是你如果独立带文人的饭局 那他们坐上全是天仙 但实际上呢 他只是把它写成了天仙 我们不否认真的有美女 但是实际上呢 他就是一个文人 就是什么叫什么 罪能同极乐 醒能树于文者 这是我的特点 就在那里写啊 我把一个普通的饭局写得这么 这么这么风骚 又这么有 有有有有有 有其情 所以呢 大家有魅力啊 所以小宽他也是带着想象 对 然后呢 大家在骂他的时候 也带入了更多的想象 对对对 而实际上呢 包括你刚才说 你们音乐圈肯定最乱的了 其实也是一种想象 因为什么呢 文艺 文艺 文艺界 他本来就是干想象这件事情的 所以呢 别人 别人就说 你看你看你 这样子 你们滚圈 你搞摇滚 那你就吸毒什么的 我以前一直想说 哎 我就我不 我不做任何辩白 我说你真正的 那个 你吸毒要不要钱啊 你还没这个钱 吸毒呢 你要 你要有好货 就这样的 我就很简单 主要是干洋葵 没钱 就太穷了 所以呢 为什么别人会 不会说 那个这个 你商人 那个吸毒 或者商人乱性啊 不讨论这些问题 因为觉得 这本来 这些啊 你们既然是这个社会的 这个另类啊 这个 所以呢 这些类 比较人渣的事情 就应该是你们干的 就 这个呢 其实是大家一种想象 觉得也是一种社会分工 对 就是说 你就是干这个的 对 实际上就你们这帮穷鬼 学人 我发现小周比较聪明啊 我现在我也得声明一下 我参加的饭局 都是最纯洁的饭局 实际上最纯洁的饭局 是足球队的饭局 一个女的没有 另外就是 我参加一个叫六根的饭局 就是我们六个作家 再加上出版社编辑 每个月就我们几个人喝 喝酒 喝完就回家 喝完就回家 其他的就没有 就真正的 我觉得真的活色生香 实色性也 想象占50%以上吧 大概的 是 而且 甚至于现在 我讲心里话 我觉得 我没有这个生活了已经 因为我觉得饭局就很累 就是 任何饭局 好朋友的饭局 我都很少去 就是现在 我觉得 基本上就有种 这个什么呢 夕阳近黄昏的这个感觉 我觉得是不是属于年轻人 他们还性头高 我说实在的 我看了这个小宽这篇文章 我跟你讲 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我说 这位真是 还有好性质 就是您还有这性质 就是意淫这东西 我们现在 我现在真的就是 很少别人约我 朋友约我吃饭 一觉得想吃饭 麻烦 因为你还得自己交谈 还得维持气氛 好吧 那么 我说 这对我来说 觉得都挺累的 实际上我们是被饭局抛弃的一代 就是从年龄上已经被抛弃 小宽是被迫的 他的饭局是他的工作 小宽在创业 搞的就是美食 他就是主饭局 去吃饭 他的工作就是主饭局 其实这是个老实人 就把自己已经喝得痛风 在床上下不来了 别人吃肉 他吃菜 他现在每次必须得吃菜 吃不了肉 喝不了啤酒 就看着别人 就是看着姑娘 看着菜 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那种痛苦 你可以理解 他只能写了 但是他必须把自己写得很快乐 我们给人全端出来了 咬着好牙 所以这个 而且还要挨全中国女性的骂 小宽 担任了饭局 主饭局 这个是他的工作 他的公司 包括写公号 学美食公号 这个也是他的工作 我就是说 要暂停吗 没广告了 我可以打个点 我说这真叫满指荒唐言 一把心酸泪 都云做就吃 谁解其中 江江三远行广告 之后见 聊 我刚才说 我有个观点 说我们是被饭局抛弃的一代 实际上 就是说 十年前的时候 饭局也是北京的文青饭局的黄金时代 那时候的局王是老六 就是祖局的 我前几天碰见杨葵 我说你们还吃吗 这老男人饭局 哎呦 他说不行了 吃不动了 他说老六呢 就是现在一喝酒就浮墙 受不了了 再加上这个饭局的灵魂人物 王小山 也喝不动了 打得坡去了 就实际上 这个年 随着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那一代 就是这变老之后啊 年轻人已经甩掉我们去干别的去了 那我们已经远离饭局了 真的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红楼梦是永恒的 红楼梦就是说的中国人这件事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我发现在每个圈子里都会有一些怀旧的当年我们在哪哪哪 我们在哪哪哪玩 都是跟红楼梦一样就都是有过那种欢聚的日子 那么多的黄金年代 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里一个母题 你看那些明朝的移民一讲十里扬州梦当年那个繁华 然后到最后都是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都是都是这个饭局一样也有不散没有不散的宴席 所以你看我原来前些年的饭局参加了多的牛博网 罗永浩的饭局 我现在三年他创业的时候 我三年没见过他了 以前就经常就是说每个星期 然后他完了之后去看个演出啊 这样的 你看罗永浩这个是最典型的 而且饭局他就是饭局的 他非常会照顾大家 就是说那个谁喝醉了 你送他啊 那个你哪边住哪 那个叫车 对 你该吃什么 谁不能吃什么 谁能吃什么 这需要很高的情商和智商 但是呢 你想想呢 现在呢 我们就等于只能在微博上看罗永浩了 这个呢 就是说你 就等于这个可以虚致时光的这个时代过去了 饭局是属于青春的 牛博网的饭局 你这话说的也是金句 牛博网的饭局是北京饭局的这叫什么回光粉照 实际上是最后快落山的时候又火了一下牛博网 之前最早的是西茨胡同和炮王 你听炮王 炮局吧 不是饭局 有人就说这小宽把炮局当饭 不是把饭局当炮局了 里边会有人看电影 什么群啊 什么之类的 老六就组了个饭局风格 其实就每周聚好几次 一个长桌的五十口的人 就是大家只问网名 而且你从外地 你是在西茨上 你是胖网红的这些人 你到这之后 我不用认识 你说你是绿妖 你是什么什么 哎 喝 每次都是几次人 而且这些人后来现在就成了成功人士 慢慢的就离开la 慢慢的就离开la